用一个词语概括中国玩家 那就是人傻钱多 你看穿越火线里面那一把把土豪金 就是给你们这些内涵不足层次过低的 IMB玩家准备的 手上拿着把金闪闪就以为自己立席了 人家说家丑不外扬 咱们人傻钱多 关起国门自己玩自己也没什么大不了 偏偏里面一群傻逼玩家非得翻墙挂海挂府巨蟹 给那些穷国人展示一下我国经济建设的伟大成果 这简直就是丢脸丢到国际化 现在可好 连外国老都知道中国玩家的特点 火通着国内代理商一起骗我们的钱 2013年就要结束了 有些话我憋在心里不说不舒服 今天要一遍吐出来 宝开公司再过去是一家小作坊式的创意工作室 平时就制作一些休闲游戏 制作出来的游戏虽然小品 但却价廉5美元就可以买到了 但到了2009年 他们制作了植物大战僵尸登陆货架后 迅速席卷了整个游戏界 以至于让宝开公司本身的市值都翻了几番 于是 你懂的 大理神医院又取了个小钱 自从宝开加入豪门之后 过去那本朴实的清晰瞬间就被一抹豪气淹没 以前植物大战僵尸需要5美元购买 可如今植物大战僵尸竟然免费 激动了 但激动却不要感激 我一听到免费就觉得不对劲 没错这大妈是一款免费游戏道具收费的游戏 其实这也很正常 越遇破解横行 辛辛苦苦开发的游戏总不能颗粒无收吧 于是内构变成了最好的获利方法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的是 这款植物大战僵尸竟然针对中国市场推错中国版 都听起来是好上好个屁 就像大夫一开始对中国玩家说的一样 让我们一起享受精神的威力吧 在中国版里面猫力可大了 进入市场你就发现这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中国版游戏难度比英文版高很多 有几个人百名了就不想让你过关 我靠 跑开你当我们中国玩家各自身都是爱散级别的吗 你知道立马分明就是要让我们付费购买道具 在中国版里面能量超从三个变成了两个 而能量都在英文版里面可以通过游玩过程获得金币购买 中国版里面却只能通过人民币获得 最大么可惜的是植物的收费 植物是这款游戏的核心 也是影响游戏乐趣和难度的关键 在英文版里面仅有矮瓜寒冰射手等六款需要付费购买了植物 但是如果你不买也不会影响游戏体验 但针对中国玩家 我们却有13款植物需要付费购买 其中有8款是必须付费 最过分的是 同样需要花钱购买的韩冰射手 外国人仅花18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 而中国人需要花40元人民币 而英文版免费的双重射手 中国版还需另花10元人民币 最后外国人解锁所有职务 需花108元人民币 而中国玩家需要花256元人民币 要不我看你给我打个九折 老子给你250你满意了吧 你当我们中国玩家都是傻逼 面对你这种不然带有地狱骑士行为的 群群其为无动于重视吧 没错中国玩家就是傻逼 就是他们的傻逼 面对如此嚣张的暴力略取利益的行为 很多玩家依然麻木不仁 中国版植物大展将是要上线初始 经道具收费这块每日现金流向就超过了40万元 而上海宝盘还因此获得了EA的认可 认可你妈逼啊 这傻不拉近的给别人数钱的玩家 道具是小脑技术还是大脑出钱 你说你们在网络游戏里面 东方砸钱是一种相互攀比和信仰 花几百元用一连黄金 AK原则13亿老餐的梦想 照我来理解 咱们耗的就是面子 但你说你唯一单就是砸个毛的钱啊 你看看足够大成仙是要中国版里面那茫茫的类构项目 这不等着盲目几千万中国玩家消化 一边被坑成杀了一边还消息 半夜也数钱 坑完还不玩笑的来句 太便宜了 还应该贵点 一群傻逼玩意儿 你们这欠揍一下跟鸦片战争实际的影军词有个毛的区别 仰尔不问窗外是天天坐在电脑面前盲目的花钱 你看看那企鹅帝国一年比一年肥 就连国外的博来瓶都趁着这股热气狠狠捞了一笔 再看你自己 啊 游戏里面用的是黄金AK 中午却吃的是数量盒饭 我们中国游戏市场今年规模超过了六百亿元啊 我的天 这哪是人傻钱多少 这完全就是一座巨大的血汗榨取工厂 被炸的人居然还面带麻木寒人的笑 繁华向荣的游戏市场背后却是一条条扭曲着另一面 一群钱扭曲着受害者支撑了血池 我在想什么时候中国玩家才能面对各种坑钱游戏的时候大胆的好一句 滚出 居然被子长叫走 よ不游戏 中午 teas 致emia 30次 comments